这里是四川都江宴 在都江宴市游览的都江宴水利风景区以外 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免费的旅游景点 虽然它是一个免费的旅游景点 但是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就是灌口城隍庙 在2012年之前 这里也是属于都江宴水利风景区的范围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御垒山的牌坊 后面这座山就是御垒山 城隍庙就在御垒山的南路 都江宴这个门以前也是进入都江宴旅游景区的一个侧门 在以前旁边还有卖旅游景区门票的地方 2012年11月份以后 这里就从原先的都江宴水利风景区分离出来 成了一个免费对外开放的一个景点 不过现在很多游客游览了水利风景区以后 不知道这边 所以说也就没过来 前面这个造型非常奇怪的 叫奎心 是一棵千年乌木树 介绍说是天雕地刻自然形成的 不过怎么看 感觉还是像是经过了人工雕刻过 手上还拿了一支巨大的笔 奎心在传说中是主宰文运的 奎心点抖 独占凹头 说的就是他 所以每年有好多学子都来这里拜奎心 据资料记载 灌口城隍庙庙始建于明代红雾年间 清代两度被毁 乾隆47年也就是公元1783年重建 清光绪三年再一次被火烧 第二年灌县的支县再次主持重建 1940年前后又对城隍庙进行了维修 旁边还有一个水池 这个地方叫玉垒凌泉 俗称农土水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栋建筑叫凌关楼 看起非常的有气势 灌口城隍庙 主要的建筑就有凌关楼 石殿 奎心殿 马王殿 城隍大殿 观音殿 羊娘殿 财神殿 总共建筑面积 约有1700平方米 城隍其实指的是 守护城内百姓安全的 富城墙和富城河 而百姓口中的城隍老爷 就是保佑一方平安的地方守护神 这后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可不简单了 这里叫石殿建筑群 非常有特色 城对称分不在 长长的鼻子的石尖两侧 左右各有五座小型殿羽 依次抬高重叠排列 从下面往上面看 成丁字形 好多龙啊 总共有九条 依山而上 依照坡形的地势 进行修建的这个建筑 结构极其的严谨巧妙 两重三重的飞檐 我们看这个地方是 楚江王殿 上面有那个介绍 对面这个就是伊殿 伊殿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是秦广王殿 据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 曾到这里来考察过 考察后 这里被收入清华大学 建筑学教材 极其富有道家哲学思想的 道教古建筑 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和考古价值 前面我们刚刚介绍了 城隍的含义 那么城隍庙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庙宇呢 城隍庙祭祀的是城隍 在我们中国朝鲜半岛 越南文化中心 城隍是城池守护省 城隍也是民界的地方官 官权相当于阳界的县令 马王殿 这里面供奉的是马王爷 在道教中称马王爷为 林冠马元帅 是道教复法四圣之一 民间又称马神 有降魔驱血之意 我们常说的马王爷有三只眼 就是比喻啊 厉害 不好惹 这里的古树参天 像一百年两百年左右的树 比较多 还有一棵古树 树林已经达到了八百年的树林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棵什么树 就这一棵树 这是一个八百年树林的真男树 杨杨殿 好多红布条啊 城隍庙的修建 据考证历史比较久远 从六朝时期就开始了 唐代的时候就慢慢的多了起来 到了明朝以后 因为朱元璋很看重 还给城隍受益绝位 他的地位就更高了 城隍庙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 只有限制以上层级的城市 才能够设有官方的城隍庙 这栋殿语叫城隍大殿 城隍殿是由前堂 神堂 内围郎三部分组成 里面有牛头马面 无常 判官 小鬼的神像 里面我们就不进去了 善恶昭章 城隍庙在我们国家 1949年以后 除了上海等极个别的地方 全国其他地方的城隍庙 大都基本上被拆出 在整个成都地区 也只有都江宴这一座城隍庙 比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极具川西特色的古建筑 所以来都江宴旅游的朋友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这里可以来看一看 不要错过 后面的玉磊山和玉磊山阁 我们以后再带朋友们去 好 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你的陪伴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